军工产热饼、铁饭和煮玉米 90年代的解放军吹士兵 都是如何保障军队后勤的 这段拍摄于30多年前的老视频 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 我国解放军吹士元战士 在野外快速做饭的全过程 在快速地搭建好灶台后 填饱前方战士们的肚子 便成为这些吹士兵们 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那时期物流远远不如今日发达 预制菜也还未被大规模使用 所以现场烹饪 便成为这些吹士兵们 必备的技能之一 不仅要讲究速度快 还要保障食物的安全 最后还要求所制作出来的食物 既有食欲也有营养 但条件简陋的野外战场上 要如何保障以上要求呢 这就不得不考验 我们吹士兵的综合能力 在经过多次的野外烹饪实战经验后 什么军工产炒菜 饭和煲汤 甚至就连柴上热饼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操作 这些吹士兵战士们 都能得心应手地完美解决 除此以外 那时期的吹士兵战士们 其体能丝毫不逊色 同部队中的其他战士 他们首先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然后才是锅碗瓢盆 所以他们的体能也是非常强悍的 且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走到哪里 敌人的火力即使在凶猛 吹士兵战士们该做饭还得做饭 甚至在有些队伍拉链时 也会出现身背铁锅的吹士兵 架着铁锅在其终点等待其他战士的场景 可以说吹士兵的能力和绝火 丝毫不比其他部队中的战士敌 那么看完以上视频 你觉得90年代的我国吹士兵战士 其战力到底如何